世界上最神奇的十个错觉艺术 人居然能摆脱重力 在墙上随意游走 第一个99%的人都会看错 本期的好奇指南针 就和大家一起来看看这些有趣的是错觉现象 其中还步伐一些测试 来看看到底你的眼睛会如何欺骗你吧 点击订阅 我们这就出发 第十名 掌心的洞 首先有一个大洞 可以直接通过洞 看见底下的书本 却一点也不痛 这是怎么回事 这可不是什么手部模具 而是真实的手心 它是怎么做到的呢 其实这是一种特效装 只需要用画笔 就能制造出这种效果 先用记号笔 在自己的手掌心画一个圆圈 然后用红色的笔 继续修饰轮廓 让其看起来非常的逼振 紧接着再剪一些 想要透视的物体碎片下来 粘贴在自己手心的圈中间 这样看上去 就像是能透过手心的洞 直接透看到了手掌底下的画面 效果是不是很神奇呢 只是简简单单的一支记号笔 加上精湛高超的绘画技术 就一下子骗过了我们的眼睛 快用这种方式 去整股你的朋友吧 第九名 纸上立体魔方 画面中的男子 正拿着一张背景纸 纸上的魔方 一看就是用彩色笔画出来的 但是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 男子左右转动着手中的纸 魔方竟然也转动 此时你会发现 魔方居然是悬浮在黑色背景纸上 平面上的图形 怎么会莫名其妙动起来呢 其实这是你的眼睛欺骗了你 你以为魔方是画在了背景纸上 但是换一个角度看 就会发现 原来这个魔方是凹形纸片 做成的三面立体画 它本身是立体的 这样一来 从正面的角度来看 魔方就感觉是在转动 而且看起来非常逼真 栩栩如生 类似这种的很多是错觉装置 只要你稍微改变角度 就能发现其中的玄机 被我们抓住马脚 注意看这个画面 你是不是能看到 很多小人不断跳上格子 在画面上向右移动着 其实这是一种视觉错觉 不信的话 你可以试试点击屏幕暂停 再播放 再暂停 对比一下你看到的静态画面 就会发现 其实它们自始至终都没有移动过 这就是制作者们利用对比色 使画面更加鲜艳明亮 从而产生的一种动感效果 此时 你是不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 再来看这几幅图 能看出哪些是静止的 哪些在真实运动着吗 有没有产生头晕的感觉 还可以尝试一下 那些乍一眼你以为在动的图 当你盯着某一小部分的时候 它好像又会变成静态图 相信你自己体验一番后 也许你和自己眼睛之间的信任 大概也就到头了 第七名 真假游泳池 在水下自由行走 还可以呼吸和交流的人类 你见过吗 他们甚至衣服都不会是 其实 这不是这些人产生了突变 而是因为 他们身处在一个神奇的泳池里 这是日本全泽市市中心的 21世纪当代艺术博物馆中 来自阿根廷艺术家创作的 视觉艺术作品 艺术家拿来两块透明玻璃 突射在两层楼之间 接着在中间注入了10公分的水 创造出了一种光学错觉 让泳池看起来非常逼真 并且水中还有波浪 从上往下看 你会发现 有许多穿戴整齐的人 竟然在其中自由行走 除此之外 参观者还可以进入水下的 空白空间进行游览 从两个不同视角 观察这个泳池 你想来这个水下空间试一试吗 第六名 在水面漫步 如果前面的是靠效果价持 这个水上漫步的神奇操作 绝对真实 那它是怎么做到 不仅能站在水面上 甚至还能走出太空漫步的步伐的呢 此时你一定在想 这难道是后期合成的吗 答案是否定的 画面中的女子 名字叫纳丁布兰德尔 她是一名专业的水中健美操运动员 刚刚用脚走在水面上的过程 其实是她在水下完成的动作 完全没有经过后期 是不是非常出乎意料呢 能做出这种效果 是因为她有着高超的花式游泳技术 她可以在水中倒过来 去身体比直 然后再把脚有节奏的伸到水面上 最后 把拍摄好的画面垂直翻转过来 就产生了一个让人看着 像是站在水面上的片段 整个过程 她只需要用手去保持在水下的平衡 能够做出这种超乎常人的游泳动作 与布兰德尔日常的辛苦训练脱不开关系 哪怕不是在水中 只需要盼着栏杆 她都可以在空气中 走出一条楼梯的感觉 第五名 飞檐走壁 视频中 一个男孩双手紧紧地拽着阳台的栏杆 感觉下一秒随时就要掉落 结果不仅没掉下来 还稳稳地变成了坐着的姿势 想试图站起来 许多的人还可以以各种杂耍般的姿势做动作 看上去完全无视了重力 有些人甚至浮在空中 简直是太神奇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这栋楼是阿根廷艺术家林德罗的一个视觉装置艺术作品 这个作品是通过镜子的反射来实现的 艺术家将一段巨大的建筑外墙墙体平放在地面上 随后又在这块唐岛的墙体上方以45度角倾斜悬挂大幅镜面 观赏者只需要他再放置在地板上的建筑墙壁上 就可以通过镜子观赏作品 发现自己悬浮在墙上了 而在观赏的同时 观赏者本身也成为了作品的一部分 这位艺术家的大多作品充斥着对虚实的探讨 并运用人们的视觉 空间感再加上音响效果 动摇我们的常识 让你感觉到自己的世界观被颠覆了 第四名 反向透视 仔细看画面中的图 是不是感觉自己像是在通往画廊的道路上 此时 如果你盯着地板看 感觉上它应该是凹陷的 如果盯着中间的正方形看 它又是凸出来的 简直让人摸不清头脑 但是画面一转 原来这个画廊的本体是一幅立体的绘画 再来看这个展开的小美术馆 随着角度的变换 甚至可以看见小美术馆的各个角度 你敢信吗 它竟然也是立体的 而且视觉上看到的不同元素的距离 竟然跟现实相反 其实这是错觉艺术的一种 叫做反向透视 是一种绘图形式 这种三维表面上的透视画 画中看起来最远的图像部分 实际上是最近的 看起来离我们很近的画面 却又是最远的突破了我们的日常思维 从而让我们产生错觉 甚至不少人知道了原理 在看画面展示的时候 还是发现不了破绽 这时候可能是你的大脑在欺骗了你 第三名 鸟变巨人 注意看 这两个男子分别站在房间的两端 他们的体型看起来差别非常大 但是下一秒 他们交换位置 走到中间时 两个人的体型又都一样大了 甚至最后两人还变换了身高 难道他们掌握了放大缩小的魔力吗 其实神奇的不是这两个人 而是他们身处的地方 这就是非常著名的爱慕斯小屋 他提供了一个错误的背景 实际上后面的墙并没有与观察者平行 而是斜的地板演示了这种倾斜 从正面看 屋内的背景给我们提供了错误的景深尺度 也就是房间看似没有任何问题 但换个角度你就会发现 这间屋子并不是一个规则的长方体 而是梯形的 除此之外 左边的角离摄像机比较远 右边的角离摄像机比较近 这也运用到了一种近大远小的原理 现在你懂了吗 这两个人体型的大小完全是一种视觉上的错觉 第二名 车站怪事 好好的坐在车站等车 扭头一看却发现旁边发生了科幻片中的魔幻场面 谁能不被吓一跳呢 原来这是可乐公司干的好事 他们对公交车站的一块玻璃进行了改造 原本透明的玻璃通过技术手段改造后 变成了一块有趣的屏幕 平常看起来是透明的 但是一旦有人坐在车站的位置上 玻璃就会开始随机播放老虎袭击 怪物入侵地球 机器人统帅城市等等片段 最重要的是 这些事件发生的背景仍然在车站旁边 而且画面鲜明 冲击力强 十分逼真 让人第一时间难以反应过来 这是提前安装进去的片段 而是情不自禁的想要逃跑 这个创意可以说是非常的引人注目了 可乐公司还安装了一个摄像头 来观察每个人看到屏幕后的反应 绝大多数人都会被吓一跳 反应过来后 很多人都会拿出手机 将这一幕拍摄下来 毕竟这种情况简直是可遇不可求 真的很佩服可乐公司的脑洞 把广告做成这样 你叫其他卖汽水的怎么玩呢 第一名 眩运地毯 地上突然出现了一个洞 看上去像是通往没有尽头的深渊 家里的宠物都吓得要绕道走 生怕一个不小心掉下去 如果跟你说 这只是一张在平面上制作出来的3D地毯 你再仔细看看 能否发现破绽呢 国外一位小哥 自己动手制作了这块地毯 花费了好几天的时间去完成它 他先是在纸上画出了地毯的轮廓 和格子的形状 接着用地毯编织机 一格一格的制作出地毯的雏形 最远的一圈是黑色加白色的线 越往里使用的颜色则越灰 到最中间则是黑色 为了让无底洞看起来更逼真 小哥甚至还用上了3D打印机 最后的效果果真十分惊人 如今网上已经有许多同款地毯在售卖 还有不少人借此拍视频整骨 毕竟它看起来像是一不小心踩上去 就会掉进无底洞里 如果家里也摆上这么一块 除了逗逗宠物和朋友 或许还能下退小偷呢 最后你有猜到封面上男子抱着的 其实是女友的腿吗 看完以上的视频 你是不是也开始怀疑自己的眼睛了呢 欢迎来评论区留言互动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可以订阅按赞好奇指南针 下期也会为你带来更多精彩 请不吝点赞好奇指南针